哈喽,我是Sandy 我今天录这个影片呢 是给我来自全世界的行销伙伴和行销家族 OK,那今天的主题呢 是如何成为卓越的行销家 系列应该是影片之一吧 OK,今天有三个要点 第一点呢是不要被噪音埋没 OK,我讲这样可能听起来很奇怪 那跟你说吧 就是行销界里面很多很多噪音 你想要被 你想要再成为噪音的其中一个呢 还是给予价值的那一个人 我希望你是成为人家追求你的 人家不得不注意你的那一个人 并不是抢着变成噪音的其中一份子 你就想像你去菜市场好了 或者夜市 如果每个人都叫 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叫很大声 你可以分得住他们在叫卖什么吗 听不到的 OK,所以你做的事情要突出 OK,那突出的话 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复制贴上 因为你即使你复制贴上别人的故事 别人的文案 你还是没办法复制别人的那种 写那句话的能量 OK 我讲这个原因很重要 因为其实 应该是说销售吧 销售其实是一种感觉的替换 就是人家可以感受到你讲什么 OK,人家可以感觉到你讲什么 所以你如果只是复制贴上 不是你的东西 人家是无法感受到你讲那句话的力量的 OK 那你可能会想说 我什么都不会写 我怎么知道要写 我只能做复制贴上 OK 那我可以跟你说 No 你可以做得更好 你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你可能想要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很简单的事情 复制贴上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就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可能都比复制贴上还有趣 OK 你可能去找工作都比赚钱都还赚比较多 所以你要 在行销界你知道 可以赚非常非常多钱 就是无限制的 没有无上限的 OK 那你要怎么突出呢 你突出并不是说 我要你变成什么大师 OK 就是现在讲到第二点 就是你要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品牌 OK 那我讲几个例子好了 就是在业界公司 其实全世界 我有在观察其他公司 第一名的 就是应该是说组织行销之类的吧 第一名他其实是咖啡公司的 OK 他一个月大概赚九百万美金 九百万美金 OK 可是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他虽然叫团队说 你要给朋友那个咖啡的那个 咖啡的sample 让他们市场啊 还什么什么的 其实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自己做的是不一样的事情 他自己除了去演讲之外 他其实在做很多影片 他影片内容是 启发同业界的人 要怎么做一个领导 或怎么做行销 怎么样复制团队之类的话 OK 那他其实就在给予价值 而且在制造自己的品牌 他的网站就是他的名字 OK 而且他的网站也没有他公司的名字 很特别 他的网站就是一些励志的话 而且还要讲如何喝可以赚钱的咖啡 这样子 他可能有自己的团队名字吧 可是我没有深入去看 那第二个呢 是另外一家很有名的风旅公司 就是旅游的组织行销 OK 其实我现在不是 我讲的概念不是只能应用在组织行销 其实是任何行业都可以用的 OK 就是为什么有些品牌 有些公司品牌 他不是在卖手机 他是在卖一个概念 比如说像Apple OK 你记得Apple是记得他的 他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公司 他是你觉得他做什么事情 都是立定新标准 是一个很创新的公司 他并不是一个手机公司 对不对 OK 所以他其实卖什么产品都会很成功 那另外一个应该是叫Matt Morris 风旅的那个领导 虽然整家公司很多人 就是公司给予团队的会员的概念 就是说你就去照相 你就放你的蓝色招牌 就是You should be here 然后分享在脸书上 可是第一名的领导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在做影片部落格 除了他去不同的 就是城市演讲之外 可是他一直在建造自己的 在网路上的资产 OK 不管是可能他在 不是线上 就是线上以外 也有在做一些 network就是交际 可是他在线上 他有自己的电子书 OK 他有自己的影片部落格 每一个影片他都没有讲公司的名字 他只是说我的公司 我现在在的公司 其实很多吸引内行销家都是这样子的走法 OK 他并没有像百分之九十人都在拿招牌 说You should be here 他自己在建立自己的名单 他在做部落格 在做影片给予价值 OK 所以你知道他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吗 领导 那我想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说 我现在不是领导 我怎么做领导 OK 你只要开始给予价值 你就是会慢慢的会吸引你的群众 人家就会视为你是专家 就像我第一天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是专家 可是我就开始分享 我所有学到的东西 一直累积累积经验 人家会很感谢你分享的东西 OK 好那我再讲到 OK 讲第三点 前面有笔记 第三点就是说 你要开始磨练你自己 OK 我听到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呢 跟一群老人上山去砍财 OK 他非常努力很辛苦 他砍财的时间 比那些老人还多 然后那些老人呢 却在那边树下呢 在喝茶乘凉 他就一直不懂 为什么一整天下来 他的财总是比人家少 后来那老人就跟 有一个老人就跟他说 年轻人啊 你不知道 你在那边砍财 砍财 我们在那边磨刀啊 所以呢 我跟你讲这个 这个概念说 你不只要努力 你要磨练你自己 做更有策略的事情 就是磨刀的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 你要开始模仿 百分之一的领袖 在做什么事情 有可能是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有可能是拍第一部影片 你非常非常紧张 我永远记得我拍第一部影片的那种紧张样子 可是现在就可以从 从以前要录 七十几次的第一部影片 到现在可以大概录三次 或是一次就可以录好了 可是你知道这是永久的资产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成为卓越的行销人 想要一个月赚五千块美金 一万块美金 两万块美金 你就是要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当乐趣做 OK 你可以把它当兴趣做 把它像一个学习的过程 慢慢建立自己的资产 当然你并不一定要做影片 你可以写文章 可是其实做影片是最不容易被人家抄袭的 也是最可以建立品牌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还是蛮推荐的 OK 那我接下来呢会给你一个短影片 就是我是如何制作这个 像这个很简单的影片 怎么样用手机就可以录 OK 那希望你赶快实践 我也感谢你相信你自己的梦想 感谢你没有放弃 感谢你努力追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因为你要的未来也在等着你 OK 好 因为有人问我 所以我是怎么拍影片的 OK 我之前都是用手拿的 可是会抖来抖去 我现在就是用一个自拍器 还有用一个耳机 就是一个很好的麦克风 那其实最好不要碰到头发 因为有时候会傻傻傻的 可是这样子声音就会非常非常清晰 就会有一堆杂音 然后你最好是买有Bluetooth 蓝牙的自拍器 可是呢 我觉得没有也没关系 你就直接按video这样然后就可以开始录 记得你录影的时候眼睛看着这个孔 而不是看着自己 OK 因为那影片呈现的时候你要认为 人家看到的时候要觉得你正在看着他对他说话 所以你要看着你这个针孔在这边 就是camera自拍的针孔 然后就可以开始录 然后结束就可以结束 那每个影片最后就是你要跟人家讲说 你要对方做什么 可能是在你的影片下面留言啊 或者是说如果是放在一个感谢的话 你就说按下面这个按钮 OK很简单 记得是拿横的 OK不是拿直的 我以前是拿直的后来才知道拿横的 所以你不需要是摄影天才 用你的手机 然后自拍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后面不要很乱的背景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在网路上行销家 你要把自己包装是一个人家觉得一个很 你自己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一定要很美的地方 可是就是不要脏乱 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这样子拍 好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